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从中国提交绿卡申请,怎样增加批准机会 那我们这里呢,讲到的主要是职业移民 EB1,NIW类别的 因为从中国呢,提供雇主支持的绿卡申请 这样的申请数量不那么多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重点 亲属移民嘛,一般来说呢 你只要证明亲属关系,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讲到的是EB1,NIW,I140 怎样增加批准机会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不管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 还是社科类的文科类的学者 一般来说呢,和在美国提交申请情况类似 需要证明对本领域的贡献 还有呢,论文或者专注发表 还有呢,担任评委,担任编辑 评判他人工作,审稿等等这些 那一般来说呢,提供这些方面的证据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商业类的 体育类的,演艺类的,艺术类的人士 怎么来办理呢 比如说EB1A呢,我们知道有十项条件 那么NIW呢,如果有硕士以上学位呢 并没有要求明确满足某些条件 但是呢,申请人肯定要强调自己的一些长处 我们以EB1A为例讲一下,比如说商业类人士 管理人士,如果我在一家公司担任经理 一方面呢,我在担任领导职位或者重要职位 比如有组织架构图啊,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啊 参加会议啊,或者说通过推荐信证明信 表明我在公司担任经理职位 或者有相关的报道 来自公司的news release等等都可以 然后呢,那这个公司规模不能太小 还是要有一定的规模 然后呢,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么可以用到这一条 除此以外呢,还可以考虑的商业人士 管理人士也有相应的论文发表啊 专注啊,或者是媒体报道等等啊 还有呢,有的人呢,比如说 他有一些知名组织的会员资格 或者呢,在一些创业大赛啊 其他活动担任评委 可以用到这方面的证据啊 这个呢,是对于商业类的人士啊 那么如果是歌手、音乐家 或者是画家、演员等等 像这样的演艺类的人士 移民局的杰出人才那里面有一条 我的这个作品得到展示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客户 他是化妆师 他给演员化妆啊 那么包括一些特殊的这个特技效果 比如说受伤了呀 或者变成妖怪了呀 啊,等等像这样的 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他的这个工作作品得到的展示 那么其他的,比如说我这位雕塑家 这个作品呢,在街头 或者是在公园里面摆放 这也是作品得到的展示 更经常的呢,是作品在博物馆展出 在展览会展出 或者在音乐会、演唱会、综艺的晚会 得到表演 这些呢,都可以算是 当然有的人呢,有这个较多的票房收入 打击演员或者我是电影演员 参与了一些节目的表演 有这个票房收入的书面证据 啊,这些也可以用到 对于这样的演艺界人士 艺术类的人士 媒体报道也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条 我们刚才没有讲呢 就是获奖 获奖这一条呢 你当然可以用到 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成立的 因为根据移民局的要求呢 一般要是国家级的奖项 而且呢,你要说明评奖标准是什么样的 这个活动本身有没有得到媒体报道啊 其他获奖的人 他们的资格是怎么样的呀 这个颁奖仪式 还有你获奖这件事情 有没有相应的报道啊 这些 所以呢,获奖这一条 如果你符合条件 当然可以用 尤其是对于体育类 和一些艺术类的人才 可以用到 这个有一定的门槛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了几部分 杰出人才或者国家利益豁免的申请人来说呢 他们也可以分成 有商业类的 有这个专业的 比如说科研的 不管是文科、理工科、医学啊、工程的 还有呢,就是艺术类、体育类、演艺类的 他们需要强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于专业人士嘛 在中国和美国的可以类似 对于管理类的呢 可以考虑强调说担任领导职位 重要职位 对于表演类、演艺类的呢 如果有本领域的其他人提供的推荐线、背书 那么也会有帮助 但是其他的呢 可以提到的作品得到展示 除了媒体报道以外呢 如果有全国或者是国际类的大奖 那么也可以用到 对总体来说呢 从中国办理美国利卡的人比起来要多 那么有的人暂时不符合要求 他们关注的是 我怎样才能增强我的背景 增加批准的机会啊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解释 一个说明 好 那么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参考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YouTube频道的其他视频 以及我们律所在美国攻略网站的专栏文章 可以联系我们取得免费评估 谢谢